众位队长确认大舅哥给他们带来的复活技能之后 一个个都是一蹦三尺高 带几人平复心情之后 商量了一下后续的安排 这次的集结也就此宣布解散 然而刚出球场的星铁 紧接着就收到了队员的紧急呼叫 又重新刷新秘境了 随后星铁便组织自己的队员前往攻略秘境 随着怪物的倒下 星铁小队再次完成了秘境的攻略 但是现场的气氛却是相当的沉重 只见小队队员都一脸悲伤地 簇拥在队长的周围 星铁此刻正一脸痛苦地 躺在一个队员的腿上 只见那个队员带着哭腔地说道 队长 你怎么这么傻呀 而星铁则是虚弱地回道 我 我不这么做 你们中肯定会有人死亡 没办法的 再说 我死了 以后不就没人和你抢翠花了吗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而这个队员此刻泪流满面地回道 我不要施舍来的胜脸 这个气氛感染的其他队员 都开始抽气了起来 身处漠视 每一个伙伴地离开 对一个集体来说 都是一个很悲痛的事情 而星铁继续虚弱地说道 丹 丹素 你知道 我这个人爱八卦 我马上要卦了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下 这句话 直接将丹素整得一愣一愣地 而星铁不顾他的反应 继续说道 你 是不是真的喜欢穿掉戴女装啊 丹素当场呆住了 同时脸也红了起来 并且心中吐槽 这队长什么情况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竟然问我这个 周围的队员对这个反转 也是呆住了 现场的气氛 一时间却变得滑稽了起来 我想 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这个星铁 真是坏得很啊 但是 身边有这种朋友 那岂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戏都唱到这个地步了 星铁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只见他头一歪 镜头微皱地继续说道 我 我都要死了 见队长这个样子 丹素急忙答应 然后就见丹素低下头 微到星铁的耳边 在说着什么 而身边的队友 此刻也是纷纷竖起耳朵 都想听一听 这独家的爆料 而头扭在一侧的星铁 此刻嘴角 渐渐浮现着一个欠欠的笑容 随着丹素的讲话结束 星铁变化为星光 消散在了空中 虽然小队友伤亡 但是值班还得继续 一直到值班时间结束 队员在丹素的带领下 前往总部休息 整个队伍的士气 因为队长的离开 也变得沉重了很多 这时 其中一个队员说道 队长的离开 虽然伤心 但是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 再选一个大队长 另一个队员也符合道 丹素 除了队长之外 我们只服你了 你来带领我们吧 而丹素此刻 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只见他平静地回道 先让我缓一缓吧 而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怎么 我还没挂呢 你们就要 选新的队长了 而众人也是被吓了一跳 纷纷抬头 向旁边望去 只见他们的队长 正完好无损地站在门口 哈哈大笑着 丹素等人 纷纷惊讶连连 不可置信地喊道 你不是已经挂了吗 而新帖则告诉大家 这以后 就是我们散蒙的福利 复活 然后又是一片惊讶的声音 随后 新帖便将大舅哥的事情 向他们解释了一遍 接着 新帖便一脸猥琐地 向丹素说道 丹素呀 以后可不要再跟我抢催花了 紧接着 就听到了丹素的咆哮声 响彻云霄 有这样的朋友 无论何时 怎么会不快乐呢 你们觉得呢 嘿嘿 与此同时 感觉 评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